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第三课的语法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这五个语法 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一组指示代词 ここ そこ あそこ どこ 在上一课中我们学习了指示代词 これ それ あれ 用来指代物体 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ここ そこ あそこ 是用来指代场所的 どこ 是询问场所的疑问词 ここは教室です そこは会議室です あそこはお手洗いです 在这段动画中 山田太郎指着身边的教室说 ここは教室です 这里是教室 指着特雷莎身后的房间说 そこは会議室です 那里是会议室 指着走廊尽头说 あそこはお手洗いです 那里是洗手间 可以看出ここ指的是离太郎近的房间 そこ指的是离特雷莎近的房间 而あそこ指的是离太郎和特雷莎都比较远的场所 也就是说 ここ指的是离说话人近的场所 そこ指的是离听话人近的场所 而あそこ指的是离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比较远的场所 那么如果说话人和听话人出在同一地点时 又该怎么说呢 请看下一段动画 ここは教室です そこは会議室です あそこはお手洗いです 在刚刚的动画中 太郎和特雷莎都站在教室门口 他指着教室说 ここは教室です 指着稍远处的房间说 そこは会議室です 指着走廊尽头说 あそこはお手洗いです 当说话人认为听话人与自己 处在同一场所时 用ここ来表示两者所在的地点 用そこ来表示离两者所在地点稍远的场所 用あそこ来表示更远的场所 询问场所的疑问词是 どこ 特雷莎问太郎 洗手间在哪里 因为洗手间离太郎和特雷莎都比较远 所以太郎回答 あそこです 在那里 ここ そこ あそこ どこ 各自指代的场所 大家清楚了吗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个语法 请大家注意看 刚才动画中出现的这一组对话 お手洗手間离太郎和特雷莎都比较远的 在那里 我们会发现在 在 wa des 具形中 des 的前面出现了表示场所的词 此时 这个具形用来表示场所 或物体 人等存在的地点 这就是我们本课要学到的第二个语法 请看图 这里是食堂 ここは食堂です 米勒在食堂 就可以说成 皆さんは食堂です 而食堂在一楼 也就是食堂は一階です 下面请大家用这个句型 来做简单的对话 会议室在哪里 会议室はどこですか 根据图片信息来进行回答 会议室はここです 在这里 请大家注意 括号里的内容可以省略 图中显示 自动售货机在 离说话人比较远的位置 所以回答 在那里 山田在哪里 山田さんはどこですか あそこです 在那里 教室在哪里 教室はどこですか 在三楼 三階です カリナ在哪里 カリナさんはどこですか 教室です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 另一组指示代词 こちら そちら あちら 和どちら 这一组词用来表示方向 也可以替代 ここ そこ あそこ どこ 表示场所 是更礼貌的用法 一起来听下面一组对话 すみません エレベーターはどちら ですか そちら です 电梯在哪里 エレベーターはどちら ですか 在那边 そちら です 在前面的讲解中 出现过句子 お手洗いはどこですか あそこ です 那么 更礼貌的说法就是 お手洗いはどちら ですか あちら です 自動販売機はどこ ですか そこ です 更礼貌的说法就是 自動販売機はどちら ですか そちら です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在询问国家 公司 学校等 所属場所 和组织的名称时 使用疑問词 どこ 和どちら 而不用 何 どちら 人口的语气 更为正重 理由 カリナさんの大学 はどこ ですか カリナ 在那所大学 富士大学 です 富士大学 シュミットさんの 会社はどちら ですか に特在那家公司 パワーデンキ です 動力電子公司 用どちら 更为正重 请大家看图 ワットさんの お国はどちら ですか ワット 是从哪 来的 イギリス です 英国 这里 用お国 表達了 对听话人 的尊敬 ワット 是哪所大学 的 ワット さんの大学 はどちら ですか 桜大学 です 櫻花大学 下面 我们来总结一下 目前为止 学到的表示 指代的词 其中 有部分内容 将在第16课出现 请大家看图表 第一行 これ それ あれ どれ 指代物体 第二行 この その あの どの 是连体词 根据所接的名词的不同 可以用来指代人 或物 第三行 ここ そこ あそこ どこ 指代场所 第四行 こちら そちら あちら どちら 指代方向和场所 语气 更为正重 本课 关于 こ そ あ ど 的学习 就到这里了 我们进行下一个语法的学习 在这段对话中 顾客问 それはどこの靴ですか 那是哪国生产的鞋子 售貨员回答 イタリアの靴です 这是意大利的 当名词一是国家名称 名词二是产品名称时 名词一加の表示该产品 是这个国家制造的 当名词一是公司名称时 表示该产品是这家公司生产的 在疑问句中 这两种情况都要使用疑问词 どこ 例如 これはフランスのワインです 这是法国的葡萄酒 それは日本のカメラです 那是日本的相机 あれはどこのコンピュータですか 那是哪国生产的电脑 アメリカのコンピュータです 是美国生产的 下面我们要学习的 是本课的最后一个语法 句型名词は いくらですか いくら是特殊疑问词 意思是多少钱 所以这个句型用来学问价钱 相当于汉语的多少钱 请大家看图 这个手提包多少钱 このカバ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7300日元 7300円です 请注意7300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